好 來到我們form4variations的quiz的第一題 這一題就是則重於考慮 一些關於variation的概念 首先 可以說一下什麼叫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意思就是 directly proportional 或者various directly 其實是有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另一個table 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table裏 每一組的xy value x和y的比例都是1比2 所以可以得出 x和y是有兩倍的關係 那條色應該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說 他們有一個variation的關係 我們就會說 y是various directly with x 因為他們每一次都有一個兩倍的關係 這就是為之 一個叫directly proportional 或者various directly 跟著這個定義 我們再看這條題目給我們的table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找回x和y的比例 而得到他們的關係 我們逐個逐個排除 我們考慮 optionA optionA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x和y的關係 在第一組數字來說 它們是1比3 第二組數字來說 是1比6 很明顯 它們不是一致 其實已經可以排除A 再看看optionB optionB 如果我們現在要變成1 over x 那1 over x和y的比例 第一組數字是1比3 第二組數字 是1比24 很明顯 很明顯 亦是不對 C的話 我們再看看 我們這次用x二次來做 拉比例 以及y來拉比例 而是1比3 其實答案很可能是C 因為它們每一組數 x二次和y之間的比例 也是一樣的 然後看看optionD 對第一組數來說 x加1是2 y是3 所以比例是2比3 對第二組數來說 x加1比y的比例是1比4 因為是3比12 你看到比例是動了 不會是一致 所以它們就不是 Directly Proportional的關係 所以答案就是C 自己的 對 一致